你别担心 我只是把墨姐姐打晕了 我们现在怎么办 立刻离开兽魂一脉 绝不能让梦义再留在这里 傻丫头 想我了吧 谭云 我好像记得 我们刚才是在我的楼阁里 现在 怎么在灵州上了 师尤 你也在啊 墨姐姐 你早算醒了 可把太阳急坏了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都记不清了 墨姐姐 其实武魂父子要对你不利 事情就是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 师父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好恨 恨不得杀了他这个人面熟悉的混蛋 别怕 以后都留在我身边 别再回兽魂一脉了 我发誓 一定会取下武魂父子的手机 给你报仇 可是 我不会兽魂一脉 又能去哪里 随我回丹麦 你有我给你的念盘圣经 根本无需再修炼 受魂一脉的其他功法 依照尊规 我若擅自脱离受魂一脉 是要被处死的 傻丫头 你不用担心 一切有我 墨姐姐 你就别担心了 墨姐姐 你再仔细看看我 师尤 你怎么变回了十七八岁的模样 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太神奇了 这就得从此次四书大比说起了 墨姐姐 你肯定想不到 唐云这次实在太厉害了 快说给我听听 好啊 我慢慢和你说 就在单书大比的时候